记者张聪秋张化报道,张化县政府恢复国中小学营养午餐全年,名称也叫绿能午餐,近来网络社群却流传,全额补助的绿能午餐直到今年10月底,引发家长不满与质疑反复不一的政策会使人反感。 对此,县府教育处长邓进全博斥网传谣言,强调政策既已恢复就会持续,不会间短,今年有,明年也会有,网络脸书社团流传国小学校发给学生家长,统计全校学生吃绿能午餐的人数调查表。 调查表内容书写目前午餐费用8月到10月底由县府全额补助,不料,这19字就被外界解读成全免的绿能午餐只能吃到今年10月底,网络留言热烈,成为焦点话题。 记者向发出此张调查表的校方求证,校长说,是家长误解自已了,学校让学童可吃绿能午餐也可让家长带便当,尊重家长决定,从过去到现在,每学期开学会发放调查表,统计吃绿能午餐的人数,避免浪费食材。 今年新学期开学维持网利做法,这名校长表示,学校承办这项业务的职员很用心,考量教育处和拨给学校绿能午餐经费,才一计三个月合发一次,今年8月到10月的经费,教育处在开学前就已拨给学校,这名承办人员才在调查表上,特别用括号标注目前午餐费用8月到10月底由县府全额补助。 目的要让家长安心,该校长指出,学校给家长的注册交费明细,就标示绿能午餐现付全额补助,收费金额零,大家用正常道理推理,注册一学期才一次,既然开学注册就没收绿能午餐了,又怎么可能在学期一半,10月底,又要恢复收费。 逻辑不通嘛,选举将近,有关民众福利议题相当敏感,县府澄清辟谣。 教育处长邓进全说,经费媒及合播,学校珍惜食材的作为,教育处很感激,但调查表上书写补助期间难免会让有心人见逢插针, 炒作选举话题,做法不妥,邓进全表示,如果绿能午餐是为了讨好家长,常理来看更不可能在选举前喊停。 绿能午餐是县府照顾学童美意,与选举无关,教育处担心家长误解,以要求校房在学生联络部说明清楚, 避免谣言继续以额传额绿能税收创造绿能午餐,县府勾勒愿景估算税收,绿能招商投资金额1.29兆元, 未来四年,施工期间将有20亿到40亿元印花税收入,第五年开始营运将有38亿元到75亿元营业税收,税收优先用在教育与社福。